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战争战告平息 消息传出 老百姓是群情济愤 痛心疾首 奔走呼号 老百姓消息还挺临终 有人就说 听说敬立将军一山 跟洋鬼子结成好朋友了 光交银子就交了一千多万两 说这种话的人不太了解内情 这都是道听途说 听说一山 见着洋鬼子 还行了三拜九寇 朝王大礼 丢进了我们中国人的脸 他不适合人 找他算账 还有人说 这般贪官无力 一个好东西也没有 光欺负老百姓 光知道升官发财 哪知道爱护国家 保护百姓 咱们跟他骗了 找他平礼去 到北京高庄去 憤怒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 但老百姓啊 也就是这么说说而已 没有强有力的组治者 是不行的 咱们前文书说了 龙虎会的首领 林怀 德高望重 龙虎会 就有四五千人 三元里的何玉成 文中过举人 武中过进士 家资俊赋 人缘最好 文性颇高 光三元里一带的群众 就成千上万 公举何玉成 北逃领 另外 还有个梁老六 咱不止一次说过 他是走江湖的 讲的是江湖义气 要帮铁哥们 也不下一两千人 这三大股的势力 牛得一块 这力量可大得太多了 这三位 志同道合 结成生死的弟兄 发誓 要把英国人赶出广州 还要收服虎门炮台 这就是群众的自发组织 这事儿越闹死越大 越闹死越大 一三定了城下之盟之后 这是个催化剂 群众人 无可人 纷纷赶奔三元 领前来聚会 何玉成 看机会来了 就跟林怀义 梁老六商议 咱们挑起 平英团的大旗 过去呢 属于偷偷摸摸 这回啊 咱公开亮相 同意 同意 终于这个事情变成了现实 以三元礼为中心 一共联络了一百担八项 一百六十次村村 全都成立了平英团 公推何玉成为团总 林怀义 梁老六为副团总 每个村村都找出一名头领 同时他们还研究 年轻强壮的 暴打前提 冲锋陷阵 年老的 可以守门看家 妇女 可以做饭烧水 小孩 可以跑道送信 自从平英团成立之后 非常活跃 到处打击英国勤势者 英国人呢 可吃了苦头了 大队人马还行 只要是小五的英军 被群众发现了 禀报给拼英团 马上派人出击 就把这些侵略军 彻底消灭 声势好大 广州城 广州内外 整个的群众全冻起来 单说 义律和乔治 他们俩 占领了 泥城炮台和四方炮台 本想一股作气 夺谢广州 但是实际情况不允许 他们的兵源不足 生活条件也不习惯 士兵多半部 却都病倒了 他们俩也发愁 后来一看 捞的也差不多了 干脆 咱们放弃四方炮台 退到兵船上去 养精徐锐 然后再准备 大规模的战争 六百万元也到了手了 他们开始撤离四方炮台 走到半道上 这个博迈 临机一动 二位阁下 我从地图上发现 离此不远 有个佛山镇 啊 那地方是人间的天堂 富裕的不得了啊 我准备绕道 赶到佛山去一趟 拿一些我们虚用的东西 阁下以为如何呢 他们呢 缺吃少穿 确实也挺困难 听伯迈这么一说 当然是高兴了 让伯迈领着一千英军 夜袭佛山镇 义律和乔治呢 率领大队回归兵船 在他们以为 清政府腐败无能 那些官不堪一击 老百姓算得了什么呢 充其量 也无非是乌合之中而已 我带着一千精兵 我有什么可怕的 可以说 所向拼命 乌坚不摧 但是他们到了陆地上 俩眼一抹黑呀 得找汉奸带路 飘来飘去 这汉奸就是那个爆棚 这个漂亮的小丑啊 跟随着海关监督育坤 做了很多很多坏事 现在又投靠了英军 乔治还拿不到个宝呢 他这个活地图啊 活磁点 中国方面有什么不懂的事情 可以问他 所以这次拨卖皮 让他给当相当 爆棚下的一缩脖子 哎呀 西伯 这此事不妙啊 你看在水边上 转来转去还行 情况不妙 日流 我上冰船了 这到了陆地上了 广州的老百姓 可不是好惹的 我听说最近成立什么平银团 大地方也有 小地方也有 英军没少的吃亏啊 我跟伯迈上佛山 一旦遇上了平银团 这还了得呀 所以他迟迟没表态 伯迈看出来了 怎么 报先生 你有些胆小 我 司令官客下 并非是我贪生怕死 您是不了解广州的实际情况 这里老百姓 十分彪悍 那没把朝廷摆在眼里的 他们是为所欲为 这不服天朝馆啊 这这 我们孤军深入 赶奔佛山 就好像掉到汪洋大海之中 这我 我总觉得心里没笔记 司令官客下 是否 你能收回成命 哈哈哈哈 抱先生 你有点夸大奇策吧 什么平银团 我要挥一挥他 这次 我不但要学习佛山 我要消灭所有的平银团 跟我们英国人作对的 绝对有好下场 你来看 用手一指 抱棚往后提看 拉着大炮 机关枪 西式的武器 应有尽有 那些平银团 那些老百姓 他们的脑袋 有我的大炮鹰吗 有我的机关枪厉害吗 你就放心大胆 事成之后 必有重赏 执行令令 是 爆棚 爆棚是汉奸 主子说话 敢不听吗 他就硬着头皮 骑上匹马 旁边有个少校军官 叫陛霞 他们两个人 领一部分军队 在头前开道 伯卖 压着中军大队 在后子跟着 直奔 佛山镇 说离着不远 也不算近 完全都是山路 区区弯弯 往前走着 这爆棚就心更没底了 我陛下阁下 您看这这地址 十分险要 可千万多加谨慎 陛下 扁头同意了 前头派出尖兵 子弹上堂 刺刀都上好了 尖兵在头前开道 再看前面 一片开阔地 眼前还有一片密林 周围是重山军岭 陛下就问这爆棚 哎 离着佛山还有多远 早的 咱们刚走出一半的 这是什么地方 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呃 这在广州的北边 叫小北山 小北山 对对对对 翻过小北山 再往前走 二十多里 就到了佛山了 嗯 全速前进 咔咔咔咔咔咧� could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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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没有半里 突然就听见三声响箭和一棒啰响 羊鬼子来了 羊鬼子来了 把他们全都消灭 真好像山洪爆发相似 这陛侠和爆棚下着魂不浮腿 赶紧把马带住放眼 你看可了不得 漫山遍野全是老百姓 五色旗帜飘扬 红荒蓝白黑 还有三星旗 七星旗 七番招散 往旗脚下一看 上万民的老百姓 各拿刀枪棍办 还有的 抬着火枪 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 把去路给拦住 爆棚你看 一位客厦 我说什么来的 上佛山这条路不是那么好走的 赶紧退吧 这陛侠一手人太多了 心里就有点发虚 这么大的事情 必须请示司令官定夺 一拨马 他回归本队 咱说司令官伯迈 伯迈正在想新事 想这个仗啊 能打到什么时候结束 我的爱人还在伦敦 我的女儿正在上大学 他们现在都怎么样 他盼着战争结束啊 能请去日子假 回国去看看 又想到前些时 跟乔治和易律 吵了一架 认为我们仨不是同路人 往往我有些主张 他们都不能接受 最好请示外相巴摩尊 给我令票一个工作 我不能跟这种人相处 他又想到 听说这个佛山 有金山有银山 金银财宝无数 我呀 到那块儿保护一顿 护足了 我还不干呢 到时候到印度一咪 找个疗养圣地休息些日子 然后再回伦敦 总之 他胡思乱想 突然间发现 队伍不动了 听见队伍的前面 山呼海啸一般 怎么了 他正发愣 陛下催马到他进前 报告司令官阁下 大事不好 前面发现 广州的老百姓 各拿器械拦住去路 嘿 博曼西说 这算了什么呢 你瞅着像火燎皮 似的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放几枪 把他们赶开 也就是了 不 司令官阁下 您说错了 您最好到前面去看看 他们的人太多了 不必细数 足能有一万挂灵 哦 那就用大炮 把他们赶走 陛下一看 这司令官如此骄傲 心里也有了别 既然你做主 发了话了 我就执行命令 一波马 到了侧翼 把炮队给调了 一共这六门大炮 并着牌 开始射击 眨眼间 大炮喷吐住火车 萧颜一霸 把树林子都给打烧了 红了那么一阵 透过烟雾一看 老百姓没了 陛下心说 怎么了 这么多人都打死了 还真有意思 跟一阵风一样 飘来飘去的 继续前进 花颜未落 突然听见一棒螺响 啪啪啪啪啪啪 闯啊 别让英国鬼子跑了 是伏兵事情 陛下纳闷 我这帮人怎么打不死 都躲哪去了 查哪了解实际情况 原来 在平银团 何玉成等人的领导下 在小北山 布下的天罗地网 全有战壕 全有眼皮 事先人们就预防的这一手 敌人船间炮力 那大炮的确是厉害 如果敌人开炮 动用机关枪怎么办 人们就钻在眼皮里 往那一蹲 炮也轰不着 枪也打不着 等枪炮过后 人们再站起来 对付这些羊鬼子 要不怎么得有组织呢 刚才敌人一发炮 大伙钻进了眼底 炮声过后 大伙又站起来 何玉成就在高处指挥 把三清七一展 三面的群众 发起来进攻 各荒刀将去直奔陛下 和包横 陛下一看不好 还枪 还枪 毕竟他们人手 这老百姓也太多了 倒下一个上了十个 倒下十个上了一百 怎么一走一过 把三十几个英军 踩成肉腻 那个汉奸爆棚 也死在乱刀之下 英国军队一看 拎不住了 哗就败起来 博迈觉得脸上挂不住 本来跟乔治和易律 就一见分歧 他们俩联手排斥自己 你说这次要打了贷仗 回去如何交代 正好叫他们抓着口诗 我前途就断送了 再者一说 我带了这么多的人 全都是新式的武器 我怕什么 还是没把这些老百姓打疼 打疼了 他们就跑了 所以他拽出军刀 拼命的喊叫 顶住 不要退 不要跑 啪啪 两枪 击毙了两个逃兵 这才把阵势稳住 敌人选了有力的地形 架好两品机关枪 对着老百姓就开了枪 这个武器是至关重要的 你不服这个不行 老百姓刚要扑的进肩 敌人这一开机关枪 老百姓可停不住了 成堆的人倒下 那机关枪要发疯了一样 所以 瓶盈团就在挖 就败下去了 把受伤的人 和牺牲的人都抬走了 拨卖的后的用望远镜 一看 什么平银团 无核之众 这回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继续前进 走出将近半里地 平银团 去而复回 又杀回来了 别让英国鬼子跑了 把他们撤击消灭 博麦下定 架机关枪 给我扫射 一扫射 平银团的人就撤了 你不打刚走几步 平银团又回来了 输死咬住 博麦不放 这博麦就预感到不妙 这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 这叫冤魂铲腿呀 要不彻底把他们消灭了 恐怕 我到不了佛山了 这小的最后终于下达命令 暂时放弃 不去佛山 把这些刁民全都消灭 给我打 像拉锯一样 英兵一进 平银团就退 英兵站住 平银团又回来了 一来二去 一来二去 牵着鼻子 把这支英军就引到牛篮缸 明显经代史 上次记载的清清楚楚 这一段叫牛篮缸大战 平银团大师威风 消灭这支侵略军 那你说这这么热闹 究竟这谁指挥呢 何宇成林怀义和梁老六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吗 现在平银团团已经成立了 每人都有分工 谁干什么 干什么 心里都有数 这次的战术 叫千阳战 负责人 就是那二宝 二宝 送了团组何玉成所差 领着两千名赶死队 和上万名群众 埋伏在小北山 临分手的时候 何玉成告诉他 你在小北山埋伏 等候这些英军 如果英军来的不多 就就地把他们消灭 比方说来的多 我们兵不住 千万不要把他们放过去 就把他沿到牛篮缸 进了咱们的埋伏圈 然后一举全奸 一个不少 二宝 领命了 但二宝一琢磨 这是麻烦 我不怕死 但是我领着这么多人 还是第一次 人多了 难以驾驭 你不然指挥不灵 不就乱套了 尤其这些人都是群众 又不是说军队 可是何玉成下达命令 又不敢不听 后来他提出要求 说这么办 我要离开你们 我心里没底 那么团组能不能跟着我们去一趟 您在后面指挥着我们怎么看 我这心呢就有底了 何玉成就把牛篮缸的事情 交给林怀义和梁老六 他站在山顶上指挥一切 二宝呢 这心里就有底了 要是往山头里看 何玉成在 他就非常非常高兴 所以打来打去 按照事先的计划 把博曼一会儿 就引到牛篮缸 二宝一看来了 按原计划 看来已经成功一半了 他蹭一声 跳进战壕 顺着蚝钩区区万万 赶问牛篮缸的制高点 这时候何玉成 也从高山上下去 几个头领聚集在一处 林怀疑是万分忌痛 来了 来了 看 大家居高临下王爷一瞅 这英军是扇子面行 进入牛篮缸 咱把这个地形里交代交代 前面这片开阔地啊 是块盆地 足有一百多亩地大小 转圈不是山就是水 要不是小块的麦片 形成个大婆了行 平营团的人马 都在这婆了圈上头 英军就到了盆地的盆底 在上面要揍他们 是极其合适的 林怀疑把大手举起来 传他我的命令 不到境前不准动 等他们钻进来之后 再给我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